大家好 今天是刘伟华大师说辞器的第76集 也就是第76讲 今天讲的主题是一件小小的笔筒 因为之前大家都看过了 大型的尊 大型的碗 还有大型的一些各种造型的一些 永轩瓷器 一直到昨天的那一件康熙大尊 我们都讲过 我们今天特别应观众要求 推出一件小小的一件所谓的清碗旗的 因为我们之前都介绍明早期的永轩时期 还有清早期的像康庸前世时期 有朋友之前就讲过说要介绍一下明朝晚期的 明朝晚期的之前的家境万历的 我也介绍过一些 当然更早的圆青花 还有圆的那种 所谓的那种红柚 所以母一天像 就讲的蒙古人的一个来源 那只白鹿 那只白鹿型的那个什么大灌 那是比较奇特的 我说这个明跟清的 大家都好像有志一同 最近又有人讲 所以清碗旗的稍微也介绍一下 OK 其实这东西我是觉得也好 中观一下历史 你比较会有这种概念 你也比较一下 哪个朝代的是盛世 哪个朝代的时候是国力在比较虚弱的时候 国力强盛的时候它的东西 当然它经济 政治 军事各方面都最强的时候 它等于说是秉立天下的时候 那时候的王朝它制作出来的东西 当然有一股霸气 当然盛世之外的一种什么 处在一种乱世 一种比较国力虚弱 然后百家争民 又百家争民的之美 就像我们讲的 周王氏到了东周开始衰弱的时候 出现春秋战国 百家争民 百花齐放 其实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以周来说 它是慢慢分崩离析的 以前来的诸侯国各自都独立 不听你周王氏 而且出现夹天子 以令诸侯一片乱局 它是让秦朝来个什么 秦始皇来个大一统 当秦始皇的耕耘 你看那个《闽月传》就晓得 不是秦始皇一个人耕耘的 他的祖先就开始耕耘了 他祖先就开始 把那个当时 南方最强盛的楚国 就已经在处心积虑了 这个军事上压制楚国 文化上又吸收楚国 甚至于把楚国的公主都娶到家里面来 所以闽月是那样来的 闽月是楚国人 去下嫁给这个 还有闽月的那个表姐 就留什么那个誓言的 他们两个一起嫁过去 所以这样子 所以他不是一代金银 他是经过了好几代的金银 所以大一统天下 大一统天下之后呢 到后来又不行了 又百家争雄 所以 然后有汉士 有刘邦 来一统天下 创立汉的宗士 刘汉天下 我们留下天下的汉朝 他是这样的 就是天下本来就 人家说天下士本来就分分合合 一分一合 这是历史的必然 从我们《易经》的道理看得很清楚 好 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件 所谓清晚期的 我就跟各位讲 那时候开始百家争雄 国力已经不行了 大清帝国已经开始走向衰败 衰败的 坏处是王室的威仪已经没有了 王室的那个powerful已经没有了 整个社会处于混沌 混沌一片 但是也好处 开始又百家争雄 这个笔筒就在那个大时代的背景之下 也是处在那种乱世的背景之下 他出现了 也是一个独树一帜 也是独树一帜 这个笔筒创作的主人 他是大大有名 在清朝末年 他是王炳荣 各位了解的一看就知道这是王炳荣的作品 可不可以找一些 主要就是 他是以瓷雕为著名 他的瓷雕 各位看 他的那个瓷器很秀丽 很秀丽 很典雅 很俊勇 这是王炳荣 这是王炳荣的一个特色 你看 而且他那个色色 色色让你看起来很舒服 不会让你觉得很突兀 很笨重的那种感觉 各位设想 在这个小小的一件笔筒上 他要是那个黄色的地质 跟他那个浮雕起来的那个松叶 绿色的松叶 跟他那个调配色的树干 他要是颜色很深浓的话 这能不能看 这就不能看 这就一点都不俊勇 就一点不变眼 你看我们这个色色 就给他感觉到很舒服 很smooth 就是很柔和的那种感觉 如何之中又凸显他的什么 刀工 他的刀工 起伏之间 这是高浮雕 有的人说 很多是很多 但是外面很多都是灌模子的 很多灌模子 你看就知道 那个浅浅的 不会让你觉得像有那个磁雕的那种 深入浅出 像这种有深入浅出的感觉 那是完全不一样 那一磨的东西是糊糊的 没有那种层次感 没有那种远近层次感 你看跟这一件完全是不一样 完全是不一样 然后我介绍这个 这个清末 清末 我们这个作品有两个特色 一个就是清朝末年 那个大时代的特色 那个大时代 他官有开始走向末路 我这件是属于那个 是属于光绪 还之前同光 就是同志跟光绪 清朝他大概就分为几个嘛 康庸前是早期 当然包括顺治了 康庸前 然後 乾隆之后他儿子呢 就是 嘉庆 嘉庆皇帝 嘉道贤 嘉道贤 这三个是 跟乾隆的孙子 去贤封 嘉道贤是中期的 这个 同志开始 同志光绪 跟宣童 同光宣 是清晚期 他是这样的分法 这就是所谓这个同光宣 他是同志跟光绪之间 的这个 这个王炳荣 他是一个 词艺方面的一个专家 可以算是一种奇才了 他也是一种 一种 尝试性的创作 做词器的雕刻 除了绘画之外 他做浮雕 刚开始是浅浮雕 到后来就慢慢变成高浮雕 就深浮雕 那个层次 在个小小的笔筒 或者一件小小的花瓶上 他能够让人展现出了这种 立体的这种效果出来 当然 晚清 还有民国 因为他是有名的人 但民国也有人访 一直到现在 还有人在访 我刚刚讲的 现在访的 多半都是为了快速加工 因为他是用灌模 灌模模印出来的东西 你跟你实际瓷雕出来的东西 它感觉是不一样的 这件就是完全手工 瓷雕出来的 而且高浮雕 虽然小小的笔筒 让你觉得很典雕 而且你从他的右光上也看得出来 真的是 所谓的 童光轩 清晚期到现在不过一百多年 一百五十年之内 他一百五十年之内的东西 他的这种 宝光 跟他的年代 是配合的 match 而且他那时候用的 鱿料之中有带了铅 所以那时候 低温的铅鱼 所以他会有流淌的这种效果 你仔细看 你乍看它是很匀正 你细看 它会有点颜色 不是那么的均匀 像是现在烧的这个新的瓷 一看颜色完全均匀 就像我们在那个什么 五金店买的那个碗 或者百货公司高级一点 买的那个瓷碗 或者瓷花瓶 就是有那种类似的那种感觉 那一看就是假假 他有岁月的痕迹在上面 而且他有历史的沉溺 他那个时候的文化 那个时候的制作 制作记忆 跟他当时的配料 所以他那个签有流动性 我们这个底部边上还有一点的前有下垂 就有点像那个什么 唐代的这个所谓的那个三彩 有一点点的味道 它没有三彩流淌的那么厉害 那要仔细看还是可以看得到 特别跟各位讲这样的一个笔筒 而这个笔筒的主题呢 一只鹰在一个有唱这个仓松 所谓仓松就是一个老松 只干囚禁而有力的老松 你看非常有力的这个松树 左右的摇摆再看一下 那个松树 那种仓敬有力的松树 那种感觉 这就对了 一只鹰 一只看起来的 有比尼天下 有王者之尊 这个话的原型 事实上 我们要这样讲的话 它没有完全一样 绝对不可能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就抄袭了 但似乎它的原型 取之于什么 那个雍正跟乾隆 那时代的一个 这个宫廷画家 宫廷画师 所谓的画作的一幅叫做 叫做祝寿的画 祝寿的画 叫做 我看看叫做松 松陷 我看 松陷 因之 松陷因之土 松 松树 松 松 松 可是它那个松 不是松树的松 松是哪个松呢 它是河南 松山少林寺的那个松 就代表五月的中月松山 代表这个 代表一个这个 鼎立天下 而且是居于中宫的那个代表 中宫代表什么 黄色 黄色 代表什么 皇帝的位置 就是给黄色的地祝贺 祝寿 但它的松 也来自于这个松的谐音字 它那是松山的松 你去查得到 松陷 陷就是陷 陷给谁 陷给皇上 松陷 松陷 什么 陷 陷就是这个老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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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是给雍正皇帝 给雍正皇帝祝寿他的大寿 给雍正皇帝祝寿这么一件 所以这个殷姿你看也代表 雍正皇帝的挺拔的那种 比拟天下的围君 围君子 而且天下的民君 松树是代表长寿 松伯长青 殷又代表一种英雄天下 殷姿 他是这样来的 所以那时候那幅画 一直到了后来 乾隆时期也有 给乾隆皇帝的母亲祝寿 后来也画了一幅叫做白银图 叫做白银图 这故宫都有 你都可以去查 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 基于这样的一个 所以宫廷画 清朝有名的那两幅宫廷画 而把它综合而衍生来 所以你看看他的这个 有他的一个原始蓝图的背景 可是他跟那个画法完全不一样 他有他的这种 曲奇 寓意是一样 寓意是差不多 但他的用的颜色 他的这个画的布局上 有所出入 所以还是算是个人的一个创作 我刚才是讲他的这个原型 是我个人的一种推估 好了 再讲这个作者 王炳荣 他很有名 在当时来说 三家最有名的 比他更老一点点 同时期的 比他老一点点的 叫陈国志 陈国志也是做词雕 王炳荣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什么 李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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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陈国志跟李玉成 是比较倾向于博弈雕刻 博弈雕刻 能够就是 算是博弈 博弈应该算是刻 那个刀法 要细分的话 王炳荣 取向于雕 雕是比较稍微大头扣腹一点 叫做雕 他的博弈 应该那个 我们讲的那个 寿山史的那个博弈 就比较去向于陈国志的这种刻法 他的是 你要是硬要区分这两个人的话 当然他相同的类似的作品都有 但是你要去比较的话 他这个 王炳荣 还是比较去向于这种雕的方式 比较深入浅出 比较来说深入浅出 就像这一件 完全确实是 他的这种作品 有区别于那种博弈雕 博弈科了 我们这个是什么 我们这深入浅出的这种 刀工可以看到很明显 但他的刀工 各位有的说 我摸不到刀工 玉他都还要抛光呢 对不对 我们在科玉来说都要抛光 而且 这个 他还要经过 科完了之后还要经过什么 雕科完了之后还经过上右 再经过炉烧 所以他那种起伏感觉之中 有刀工 但是那个刀工隐藏在右下 你要有那种感觉 这样看起来要有那个层次感 这样就对了 另外说他的这个款式 当然现在仿的 新仿的也很多 他那个款式 各位知道 他那个钻书款 而且很多人有这种 说凯书款基本上都不太对 基本上 他就是钻转书款 这样就管王炳荣 而且他那个王字 有的炳荣 磕得太潦草 这也不对 这故意 他一个名家 他对自己的名字 大丈夫站不改名 做不改姓 不会这么随意 他落款一定是 那个字要很清晰 有的故意 有的故意弄得模模糊糊的 那都不对 还用的印章款都不对 他本身就搞雕刻的 他还给你盖那个印章 红章款 红章款基本上 你可以排除掉 那都是后方 最了不起是民国的 他自己就搞持雕刻 他怎么可能 那款他不用磕 他一定是用磕的 各位你知道我这个意思吗 所以你用款式上 就排除掉了 当然有的也很相像 但有的他的王字 也写就露线 我们读古书的小子 这个王字 你可以去查 这个王字 三个王在转书 小转也好 大转也好 它是这样 它上面两行是靠近 这个第三杠 它是在比较下面 那它不是三个 不是等分的 不是三等分的 前面两杠很密集 后面一杠 是在比较下面的位置 这才是古书 真正的 从文字学来说 它才符合撰题 甚至于经文也是这样 甲骨文也是这样 三个等分的那个 现在写法是不对 现在写法在转书上 叫做玉 我们现在挂的玉 带了玉 那个三等分 而是我们真的来讲 这个王 姓王的这个王 它前面两个在一起 它是在甲骨文的字体上 甲骨文就是象形 哪一个小的 它最早的时候是 最早这个王字 是从哪里而来的 是从士 我们讲的士兵的士 是从这个士字也上来 那个士的象形字 士的象形字 就像是一个 我们讲一个钟摆形的 那个叫做什么 一个战斧 那个士 最下面那个是锋刃 那短话的地方是锋刃 架的一个战斧 最后在哪里 持战斧的人是什么 就是王 而且大战斧的是王 他上面加一干 所以说王者之锋 他手上在古代来说 就是这样子 就是比拳头大 比斧头大 是吧 所以后来那个士兵的 在古代啊 就是拿最小的那个兵刃 就是拿最小的斧头的 称之为兵 拿中间的那个大小的 比较大一点那个斧头的 就称为士 就士兵士官那个士 这兵跟士还有 比武器上还不一样 我们现在是士官带兵呢 是这样来的 我的斧头并大 代表我阶级并高 我武力并强 所以我可以统帅你 当然了 王他要更大一个 所以王在士上 要加一干 表示 是他的那个 更的 王 然后那个 还有呢 还有那个帝 皇帝的那个帝 帝就是更大的斧头 有个大木柄在后面 更大的斧头来 统领这个王 那为君 为君之道的 国君的这个君呢 君又是文字天下 称为君 这个在古书 好像在哪里 在古书上都可以查得到 文字天下 称为君 要能够什么 有皇冠的 又能够带皇冠 统一天下的 那叫皇帝的皇 但是古人的一致意义 他是逐步在提升 所以我们这个 所谓的 你看王炳荣的王 有的人 他那仿造的 他就不懂这个道理 他的三个杠 显成现代的王 那就是完全可以打掉 因为王炳荣的款 差不多多半都是 传书款 那传书款的 两个字 王字 一定上面两杠在一起 下面一杠分开 三杠在一 像现在这种 均衡在一起的 那就称之为什么 玉 称为玉 所以他那个文字学 他也这个 这个一个脉络 我们说 同时 在讲这件 七五 我们讲这件 也谈谈文字学 也谈谈那个大时代 大家的一个 处在一种乱世 国力已经不行了 但个人色彩 却出现 却出现 个人的色彩呢 他也有些创新在里面 有些创意在里面 包括当时的瓷雕 瓷雕所以最发达时代 也正在清代 事实上瓷雕是从 从乾隆时代 我还另外有一件乾隆的 以后要找得到 那瓷雕雕的 那更 那种 官器就是官器 它会带一点那种什么的 那不一样的那种 另外一种感觉 那是属于单色而有 单色而有 跟这个又有所区 这个一看就是充满了 民间的那个色彩 而且民间的顶级之作 所以民间顶级之作 它没有什么志士 但它在随心所欲的 一种发挥 似乎隐隐之间 我又看到了那种 所谓的松懈 阴之图的那种 还有那种 把阴图 两者综合起来的这种感觉 所以利用这件瓷雕 它的 咸语下的位置器 我们欣赏它的美丽 欣赏它的造型之外 我们也感受它一下什么 它有一个历史上的一些脉络 包括文字学 还包括它这个形而上的一些背景 今天我想就跟各位介绍到这里 谢谢各位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